各位OC的網友大家好,我是劉佳明 我負責KingMass的電池產品開發 那今天想借這個機會 跟大家聊一聊KingMass的品牌電池 那為什麼KingMass要來做品牌電池呢? 主要各位可以想想看我們現在的日常生活 其實手機的用量越來越大 不管是講電話、不管是傳統的傳送簡訊 還包括現在越來越多的應用軟體 聽音樂也好 然後甚至於看電視、看電影、上網 這些都已經是我們日常生活使用手機最重要的部分 也因此電池已經是越來越重要 對一個手機而言 對一個消費者而言 當然隨時都可能要備有第二顆電池 但是你怎麼去選擇第二顆電池呢? 大部分的人是有疑慮的 你到通路商、你到通訊行買 他可能告訴你說你選這個電池、選那個電池 可是除了原廠的電池之外 你知道你選到什麼樣的電池嗎? 大部分的人不知道 那KIMAS決定從Memory 跨組到電池產業 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我們已經擁有非常好的Memory的行銷通路 這裡面當然包含了很多通訊業者 也就是說當你在買MicroSD的時候 它的通路跟你買手機的通路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希望藉由這樣的品牌 這樣的通路來加強KIMAS來幫客戶 幫User尋找一個好的電池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各位可以想想看 當你買到電池它是好的嗎? 我們為了做這個東西 我們做了很多的select很多的實驗 你可以看到我們買了很多 不管是中國製也好 或者也許有些人說這是高法 或是山寨的電池 我們把它真的拆了之後 它其實都缺少了電池幾個很重要的元件 第一個電池心是它的心臟 就是說電池絕大多數就是由這個電池心構成 電池心的好壞幾乎決定了這個電池的好壞 那另外的就是它的保護電路 一個好的電池心那張好的保護電路 它就可以構成一個好的電池 常常你可以在市面上看到 它有電池心它知道正腹肌在哪邊 它就把它做成一個電池 可是我認為那個我們應該叫它做炸彈 一個不定期的炸彈 一個好的電池 它應該要電池心上要有泄氣閥 大部分人把你的舊的電池拆開來 你可以看到它的電池有沒有一個泄氣閥 這是在防止我們在電池裡面 如果一些化學物品做了一些變化的時候 它有那個空間讓這個電池才能的壓力釋放出來 另外它要有兩個很重要的保護電路 一個是電路板本身 一個是IC 電路板它保護你在過度充電 或過度放電的時候 可以把它先停住 保護你的電池讓你的壽命更長 IC的目的在於你在過電流 過電壓或者溫度過高的時候 讓這個電池暫時停止作動 這樣子可以避免這一顆化學物品 產生更進一步的變化 這是很重要的原因 我們的角度就是站在這邊幫你們選擇好的電池心 選擇好的IC 好的電路板 組合成一個好的電池 當然我們要找最好的經過ISO認證的工廠來做 而不是一些可能是家庭工廠 可能是你都不知道它在哪裡的工廠做 那這樣子的經過這段流程之後 我們給的電池 就會是一個好的電池 另外 因為我們KingMath是用品牌來推這樣的電池產品 所以我們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Warranty 跟Insurance 也就是說 我們給一年的Warranty 給300萬美元的保險 這是我們做這個品牌電池的原因 回過頭來講 當你發現你只有原廠電池可以買 跟一些不知道的時候 我們的KingMath品牌 它會定位在哪邊呢 我們要告訴你的是 我們想要提供的就是有原廠的Quality 日本的真本很好的電池 跟KingMath幫你們把關的整個生產流程 但是我們只需要原廠可能一半價錢 就讓你可以享受到一個原廠品質 然後很長效 然後有保障的電池 今年09年我們先針對馬來西亞跟台灣市場 先推出了十款電池 其中有八款是Nokia的系列 另外兩款是Sony Ericsson 也就是說都跟它們是完全 compatible 完全相容的電池 那這八款Nokia的電池其實已經cover了 大概已經涵蓋了大約一半左右的Nokia的手機 然後Sony Ericsson這兩個33跟38 也是大概佔有六成以上Sony Ericsson愛用者的使用手機 那下一步我們當然除了針對Nokia和Sony Ericsson 繼續推陳出新新的電池 或者針對現有的電池 繼續做一些進步之外 我們也看到剛剛提到 Smartphone是個新新的市場 所以針對HTC 針對iPhone 我們也會有幾款的電池出現 那在不久的將來 甚至於可能LG跟Sansung 然後另外在東南亞市場非常大的 Greyberry 這是一個Smartphone 一個很長久的品牌 我們也會在明年Q1 就會有新的產品出來 那也希望各位網友都多多支持 謝謝